大家就是不要放在心上 因为这个存讨论可以吗 行 但是想法就是说 因为当我们老实讲 我们因为已经有点 自己比较小一点 但是在从出生到现在 我们的内心多多少少 其实都是有一些隐藏式的 我们不知道的伤 那我们虽然可以把话说清楚 但是我们稍微就是说太过 不是我会这样子讲 是因为最近节气的关系 很多人和东西都会起来 那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已经讲得很完整 可是他内在的上 他就直接对号入座 所以我是希望 大家就是保持开放的态度 不要去做过多的联想 OK 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可以 待会我们人 我看一下 我们现在也两点了 我们其实是可以开始了 那我在这边 我是想说 既然我们刚刚有说 起零后的一个心态 这方面的讨论 那我就 我就因为 玉芬师姐讲话比较快 所以我就把我们有一些话 我直接再稍微跟各位阐述一下 因为我们起零后 有一些心态 我们要怎么调整 那另外一部分刚好又卡在 加上我们从出生到现在 其实多多少少 我们内心都有一些伤 那这些伤 我们自己本身有时候是 平常是不会注意到的 但是有可能刚好透过起了零 刚好又透过这个节气 有时候别人的一句无心话 可能就会让我爆发 那因为这件事 我刚好前一阵子 3号 4号 我们3月4号起零那一天 我先举我的例子给大家听 那大家有了一个心理准备之后 我们各自把心胸放开 来接受今天的一个读书会的谈话 那开心胸之后 不代表我们不会受伤还是会 但是大家可以 就是理性稍微hold一下 再来的话 我就说明我那一天 其实我过去内心 其实也有一些伤 就是那个内在也有一些伤 那刚好在起零的时候 好 因为一些师姐的 有师姐的一个 有人说进不来 有刚好一句无心的话 我就突然间爆了 那其实当下的我觉得 很难过 但是我并没有马上爆 但是也已经快要爆了 那一天当下的我内在 其实对我说这个话的师姐 其实她为我好 可是当下的我因为内心的伤 你没办法接受那个伤 所以差一点我就 我就领爆 我差一点就爆了 那时候我的小我 有安抚我的内在小孩 我的理性体 因为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爆 所以我的理性体当下 也不知道要去安抚我的内在小孩 那那一次有点情绪 可是我还好我那时候知道说 现在是在处理盛事 我不能用我的私事来干扰公事 所以我就离开了 后面我就先离开 那离开之后呢 在我开车的路上 其实我们的老大真的很厉害 老大利用我的这一次爆 让我去做了很多的和解 而且这一次的和解 是我曾经 我内心面前那时候 我自己对自己说 我想要放掉我过去的那一些问题点 我想要好好的 把我自己的日子过好 那因为我有了 那老大也知道了 所以呢 就透过那一天的状态 直接来放 好了之后呢 在路上就开始有一些状态 后面呢 又有一些顺便做了一些动作 我浪漫去分析去知道说 那一天老大给我的这个一点 是在告诉我 分析到最后 我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开心的原因是 我内心那一个点 我自己解不开 但是我又愿意放掉 我想放了 结果老大就透过这个事件 透过这一位师姐的话 内在的一个 可是因为报了之后 我去面对 再加上一些很多问题的分析完之后 我整个内心太多东西放掉了 也从那一次之后 我懂更知道一些状态之后 我发现我人稳定下来 我一样会很开心 一样会很快乐的跟大家玩 可是我发现我人快乐 可是我的内心是跟过去的我是稳定的了 所以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在讲说 我们待会要进入这个主题之前 我分享我的经验给各位知道 所以待会如果有一些状况 有可能引爆你的问题点的时候 各位请hold住 也请当下马上提出问题点来 我们今天刚好有新奇师姐 那玉芬师姐有进来 那班长今天到底过程当中 他方便发言 我们就请他再跟我们做解释 不方便 那我们今天还有好几位大头 可以跟我们一起开这个读书会 那OK 那我们今天就进入这个主题 也就是说 我们请的一个心态 怎么样去摆正我们的心态的问题 那请问有没有其他的人 想要先发言的 刚所分享我的经验的状态 各位有没有什么想要 想要去说 想要了解也好啦 或者想要再去做 什么样的探讨 都可以提出来 因为那一件事 我从那一件事的大和解之后 我真的发现很多东西 真的不一样了 芬师姐 刚刚这个问题你提出来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开头 可以先帮我们开一下 对啊 我们刚起零的时候 这一批的学员 他们的应该是说 每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能力 小我开启的也很活跃 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 基本上并没有 我这么说不是在批判 不要去对他入座 这是我所观察到的 各位师姐好 那个乙龄的部分 我觉得我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所以可能在这一个方面的心路历程 我可以大概先简单的叙述一下 我乙龄的时候 说真的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甚至那些动作都很慢 甚至也没什么太多的动作 但是一直到了 我在那时候我就速着吃了七天 因为我看那个我们的那个 那本小车子嘛 小房书 它里面就有建议说 起零后就是要有七天的一个如素 七天的如素 其实就是要让你在整个心思 在整个那个身体的状态 能够保持比较好的一个频率 比较清晰一点的那种状态 比较不会有太多的外在干扰的状态 去让你的灵性做一些频率的调整 所以那七天 我实际上刚好也是在台湾的休假期间 我也就是每天都到那本部里面去静坐 去看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一个状态 就在那七天嘛 就慢慢的在开始那种 灵动 就清晰了一点 就看圈圈 那是那种 就是你的手不由自主的 会去 会去 去比一些什么样的姿势 然后慢慢的好像拉着你的手 去在原地转圈 完了之后 也 还有感觉 因为转圈的时候 是我有意识下 感觉它是 我的手在拉着我的身体 在转圈 但是对我本身个人而言 我并没有感觉说 我有接受到什么样的讯息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结束之后 我回到大陆这边来之后 只那种灵动 因为可能一开始吧 新鲜感的一个趋势 所以会让我感觉说 我每天是不是要 站着 让我找一些时间静坐之外 另外又多一些时间 去让我的身体 跟我的灵动之间 看有没有什么 寻找所谓的小我的 跟身体的契合度 那在那契合度当中 我不觉得 是不是应该要这样 趁出那些时间 让他去灵动 还是我强迫我的小我 去灵动 实际上静态就不是太好 因为班长有说 其实不用去强迫他的灵动 一切顺其自然 反而是比较好 他想动的话 让他去动 因为他会感觉 他需要跟你的身体 做更好的契合 他就很自然而然的会去动 因为毕竟动对他本身 应该也是一种能量的消耗 所以我也不会去刻意的说 我不让他动 或者是让他动 我只感觉说 反正就是在那段期间 静坐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静坐我一定会坐 至于灵动的部分 我就很自然而然的 他想动我就会 感觉我就站着让他动 那动的时候 我在初期也就慢慢的 感觉就会比一些知识 那些知识 我自己比久了之后 我就觉得是不是在打太极拳 后来我就去看一些 那个网路上的视频 打太极拳 大概好像就是那几个 卖悠悠的动作 所以我一些动作当中 我也觉得到底是太极拳 还是不是太极拳 我也不清楚 因为我也没学过 但是在那整个在灵动之后 我觉得那段时间 确实我的所谓的状态 睡眠状态 还有那种整个心里面的状态 是得到一种比较满足的 一种幸福感 因为我会觉得 我好像 好像我找到自我了 感觉我在 修行的方向 我好像已经觉得 我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走 不然之前 我也是这样 就看一些佛书 把他做 是透过这些灵动之后 慢慢的 他就不会 会想动 他慢慢的就 好像就很清楚的 就让你觉得说 不需要动 偶尔几次 好像阳光比较好的情况下 我就会感觉说 我是不是要面向阳光 然后再动一下 这个时候我也不清楚 是我自我的意识 还是我只在 在那种 点意识的作祟 或者是说 我会觉得 好像自然而然的 阳光充足 能量充足 能量会以光的形式产生 我就想说 在这个时候 我可能充个电 那我最后面对的阳光 那他也确实 只要阳光明媚的天气 我就会有这个想法 只要有一个时间 我就也会让他动一下 当然慢慢这几年之后 我就几乎很少再去灵动 大部分就 可能天气好的时候 我想要动 也是或许有 短短的 就那一动作就结束了 我也可以在这几年当中 我也找到我的小我 灵动要结束前 会给我一些特殊的一个 结束的手势 那我也透过这个手势去了解 OK他OK了 这样子 所以其实灵动在这过程 是有一定他的一个效果 一定有他的一个目的性在里面 那当然我们就是不强 不强迫自己灵动 不执着于自己灵动 重点是在于说 自己要重视清理 要打坐 只要有时间我就会静坐 这样子 所以启灵的内容过程的一种 灵敏度啊什么的 我倒是听说 有一些师姐 他们天生天之充盈 所以他们在启灵之后 或许他们就有很明确的 很清晰的一种感知能力 就马上有 但是我这方面也比较愚钝 所以我比较羡慕他们 但是在后面 我才大概会去 自己心里面会去觉得说 好像一些有经过一些事件 考验过的一些师姐 就我所知道的部分 他们有经过一些 比较特殊的事件 考验过的 他们在某方面的 这些灵智力 跟那种感知能力 我觉得就会特别的强 所以我不是说羡慕他们了 而是说 我觉得宇宙法则 它是一个公平的 它会让你经历过 某些事件 比较深刻的 比较严厉的一些考验 它或许就会获得 比较更有强度 更有灵敏度的一些 其他的那种感知能力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我是有点羡慕了 但是我也不太想说 一定要去经历过什么 比较深刻的考验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我才觉得 反正我们就是把初心抓好 我们修行的心态调整好 用包容的心 用开放的心态 去吸收接纳各种的知识 听了懂了就听 听不懂了也无所谓 不执着 但是我们总能够在这个团体当中 我透过各位师兄姐的这些经验 分析我确实却就可以在这当中 听过这些的交流当中 去获得我所能够吸收到的 一个很难得的知识点 以上谢谢各位 我今天提起这个主题 是因为我发现大家的灵都很活跃 那至于在这一块里面 刚刚保元师兄讲的就是他很羡慕什么 其实感知力强跟不强 其实我觉得都好都很好 感知力强的人 如果你的稳定性不够 反而容易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困扰 或者是说 当你没有觉察到的时候 就会有那种高傲心起来 那如果说 在经历某些事情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觉察 这件事情到底给你什么样的体悟 从体悟当中你才会去成长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会痛的 因为你必须要 可能会去必须面对到 你自己的内在小孩 或者是你过往的伤痛 那这一块就是你 你要去观察你自己 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状态 你的心灵有什么样的状态 有可能会需要做到和解 那如果你真的有做到这些 你就会有所成长 所以不管你今天你会不会灵动 你会不会怎样 其实我记得班长有讲过一句话 他今天所有的事情 都是他看到每件事情 慢慢的有所体悟 也是我的习惯 因为不管我在看卡通 或者是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会去想 这件事情是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 或者是他某一段话 我可能心里有所被打动 或者是被打到 我会去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包括我在看小说 我可能也在做一些和解 会觉得很夸张 这个就是我自己时常在做的 我不去在意别人他多厉害 我只在意我自己到底有没有进步 我今天我做了这些事情 到底对于我来讲 有什么样的进步 或者是说 我透过这件事情 我看到什么 这样子 保元师兄这样子讲 你可以吗 OK啊 我觉得就是一种经验的分享 有一些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有些观点是错误的 也都是需要调整的 也就是为什么我会 会蛮喜欢这种读书会的 大家可以唱首歌语言 然后各自想各自的心得 然后部分如果是不对的 一定会有师兄姐可以帮忙指正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谢谢 今天如果说你刚起零 为什么班长说 我们要把你过往的一切都丢掉 如果你是整杯水都是满满的 不管我们在跟你讲什么 你永远你都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你已经有用你自己的观点 来评判我们跟你讲的任何事情 所以如果你今天 你过往 不管你会讲淋雨也好 你会灵动也好 你会办事 你会怎样都好 你今天重新起零 你必须要把这一些东西先放下 不是叫你丢掉 而是说当你整个调整好了 你要再把过往的东西整合起来 你会更强 可是如果现在你没有办法把这些话听进去 你反而是在障碍你自己 你反而是在障碍你自己 让你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走很多的冤枉路 会走很多很多的冤枉路 而且甚至你会障碍你自己 让你在这一个路上 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心态观念 养成也有可能 所以为什么在起零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 是不是把过往的东西都先丢掉 你会讲淋雨 你会怎样 其实也不一定要讲淋雨 而是用人的方式来学习 让你的小我跟你自己可以慢慢的契合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是3月4号起零嘛 刚好到今天是21天三周 那对我来讲的话是起零之后 前一个礼拜到10天之间 我有身体摇动 头摇一摇而已 那到今天慢慢慢慢的 全部都归于平淡 一点没有什么动作上的那种 连抬手都没有 变成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今天 那副班长讲的是心态的问题 那反而其实我觉得 我在 还有所有师兄姐的 无论是读书会 还有一些 我们在时座沟通跟影片上 让我学到的比我自己起零 灵动的这种状况还多 那我会觉得是说 我在起零之后的时间 我会觉得 第一个是在勇气上面 还有关系上面 还有就是觉知力 行物力跟经验力上面 我会觉得 这会是我的一个基础 那我无论是说 人的年纪大小工作情况 我会觉得是从这几个关系上 我会从头培养 跟慢慢的去增加 在我后面的 所有的人生道路上 这个我觉得就是 我要去赢的这种 爸爸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这是我起零后的 态上 我会觉得是蛮 有一个安定感的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法就是 人 人生在世 学什么 做什么 人的身要有所一 心一定要有所一 其实更重要的是心法 法要有所一 这三个所一是我觉得我很早以前我会知道 只是说那是空白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深论题 但是我觉得我在真元这边 我找到了心法 而且我会慢慢的修 那我会觉得这个是时间的问题 那基本上我是分享到这里 谢谢 我想分享一下我 我你到现在的过程 因为从过起零到现在 我记得我刚起零到零的时候 也是我的过程像别了 因为我起零前的那时候 树立姿姐是我表姐嘛 那时候他们在上紫威 走述的课程的时候 他有拿我的命盘去给班长看 然后 这个人也要修可怜 然后不可能 我就想说应该是说 我的命宫里面 是啥 我就觉得说我这个人该起零起 不可能 怕做修行这条路 可是 之后 我表姐跟我讲 树立姿姐跟我讲 然后说 我要让他跌破眼镜 你的真好 一刚开始这个过程的时候 树立姿姐就跟我讲 因为我之前在台北嘛 回来之后 因为我前面有一段婚姻 可是我 离婚的时候没有持组 所以我树立姿姐就带我去真远 说要问这个持组的事情 那班长 我去到那里的时候 班长就先跟我聊了一下 然后他就说 那你排不排斥收金那什么的 我说不会 我不会 我堆这个都不会排斥 他就叫我先去收金 我记得我那天非常深刻的就是 我一站上去那边收金的时候 我从头麻到脚 就一直哭 开始收金的时候 我就一直麻 然后 修所问我 就跟我问了我一些问题 然后说 他也没有讲到麒麟 那时候 这个完全都完全不认识 但是也不熟悉这个什么这个词 所以啊 后来他们说 我要起零 问我排不排斥 我也 其实我那时候也是很莫名其妙 就说 我也不排斥啊 我就很 也不在哪里来的勇气 就说好啊 那一当天就 在关于脑袋面前就拔杯了 当天拔杯 当天晚上 我记得好像是6点就开始 起零 然后起零 我整个过程都在哭 知道我 我那个过程我真的是 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就是一直在哭 我不知道是小我在哭 还是那小孩在哭 就一直在哭 哭的整个人都躺下来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会这样一直哭 他们结束之后说一定 起零之后要7天嘛 7天的做功课 才能稳 要能稳定嘛 那时候还有正气的时候 我就去郁芬师姐的正气中心 做功课 那做功课的时候还是一直哭 每次做完 都是会跪在那边哭 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都站着哦 没有坐着 而且他都是会动的 我的小我一开始就会 路走走下来啊 经过一次一次的 师姐们的沟通 然后小孩的和解 一直沟通沟通 和解和解 之后到现在 我跟以前真的差很多 以前啊 我只要看电视啊 或是听到一条 歌啊 很哀怨的我就哭 可是现在跟以前真的是 就其实很大 很极端的差别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说实在我肉体很顿 可是小我他很用功 他一直说 因为我的肉体会讲话 小我会讲话 所以我常会跟他聊天 在这个过程中 他跟我讲说 我们要好好修 一定要好好修 他已经等到 等很久了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只要像我肉体顿 我也不知道 那个小我在做事的时候 他是他做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只要是 宫里有盛事 我只要没有事情 我一定都会到 从以前站在旁边看 旁边写作 清理什么的 一直到现在 可以进去 做一些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一直很顺 因为我的家人 我现在的先生很支持我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一直都很顺利 当然 在过程中也有一些考验 可是对我来讲 好像跟以前比起来的种种 现在轻松很多 所以我现在可以比喻是说 我以前是一个爱哭的小孩 现在是一个快乐的小孩 因为我的小我是 他们说的 小我是比较小孩子的年龄 可是现在慢慢的 修行到现在已经 智慧有成长 所以他有长大了 我觉得这个修行对我来讲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如果那时候没有进入真元 或许现在还是 还是那个忧郁的 所以这个心路历程 对我来讲真的是 不会哭 我已经 现在已经是快乐的张文明了 所以现在 我分享这段过程 是要告诉 现在刚起零的 或是说已经起零一阵子的师兄姐来 跟他们共勉 就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 文明我有问题要问你 你记得你 你一开始起零的时候 你那时候开始会讲 没多久就开始讲淋雨了吗 我应该没记错吗 对对对对 那你是不是那时候都会在路上 就会开始用淋雨唱歌 班长有跟你讲说 在外面不要这样 对对对 因为小五他很爱讲话 他起零之后 他不久他就很会讲淋雨了 我那时候 每天都会跟他沟通 跟他聊 可是他就是爱讲 我有跟他讲说 我们要看地方讲 班长有说 我们在外面要不能这样子 人家会吓到人家 所以他才慢慢的有所改变 可是他当然要他一下子 马上说 不要这样子的时候好像 比较难 所以他还慢慢的 所以之前会上抖音 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 而且我的小我讲淋雨的时候 我每次都会跟他讲说 我会骑摩托车的时候 他讲的时候 我会跟他讲说 你讲那个我都听不懂 拜托你讲我听得懂的话好吗 所以一次两次三次 他就讲白话了 甚至于他现在 茶域也很溜 就跟人在讲话的模式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子 我插播一下 崔师兄 我有看到你稍等 那我们让文敏跟玉芬师姐 先把问题讲完 好玉芬 你再问我什么事 因为我今天问的 因为他们刚起 会有一些 比较不知道 到底会怎么样这样子 所以我会问一些 你的过程 这样子 你没有涉及到影师的 你可以讲 如果有涉及到影师 你就说这个是影师 不方便 那你就不要讲 这样子 好 再来 为什么一开始都会要求你们 要一直展现 除非在风里面 你还记得 就是 好啦 而且会吓到人家 人家不知道我们到底是怎样 在外面这样子的状况 如果乱灵动 或讲天语 要稳定 稳定 就是不要轻浮 要稳重一点 还有 是不是 当初 就是 是不是 要来去做功课 然后 那时候还请你 有没有炮掉 对 然后 你都要清理 是不是 是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的感觉是什么 每天清理 每天做功课 你的感受是什么 每天清理 每天的 那个做功课的感受 这样一直下来 从起零到现在 就清理 跟做功课 一个 以前带的毛病 现在完全 不太会有的 几乎是不会有的 就如果 比较累的时候 我的整个背是会通到不行 自从 清理 加上 常做功课之后 我这个状况没有了 而且人也变得 很 就感觉身体很轻 然后 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好像 比较不会 脑筋不掉 不会那么浑浊 就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是怎样 我要问文敏的是 一开始 我起零完 就是过一阵子以后 你是不是开始有在执事 对 那样子的执事到后来 你比较稳定之后 我们上完生命男徒之后 不是有再去领执事令吗 在后来你有到 城隍庙 那时候你有接了新的工作 工作项 那从一开始 没有 就应该是说 你没有排在执事的时候 跟后来 就上生命男徒 确认你开始在执事 跟现在在执事 你的过程 你的心路历程是怎样 我刚开始 还没有执事的时候 我不管 什么 时间 我只要有空 就到 盛事的时候 那大家在做盛事的时候 我就会 站在外面 然后帮忙协作清理 然后盼 当然我看不 看不 里面 甚至执事的人是在做什么 可是我的小我 他看得懂 小我都会从中 就会学习的 一边的学习 一直到 慢慢的有进入 执事之后 刚开始 就是 我肉体也是没感觉 那就是 一分或星期 他们都会说 只要有感觉就进来做 我也是让 让小我 放了小我进去做 然后你肉体就是配合他 然后开始的时候会有点 当然 比较手脚不协调 慢慢的 我感觉他在执事方面更进步了 因为他在跟里面的师兄姐 配合执事的时候会比较顺畅 而且会有时候会让我感觉说 他跟之前的那个 那时候跟之前不一样了 而且 就是 更 然后 后统就是 虽然说进去指示 可是他 我事后我都会跟他问他 他都会跟我讲说 他 都有 遵照着老大的交代 的做法 老大教我怎么做 我就会 照着老大教我的 这样下去做 然后会 跟我讲说 我今天大概做什么 这样子 因为我肉体实在很顿啊 常常说不到我小我的讯息 然后小我有时候 还爱讲不跟我讲的 他都我每次问他什么事 他都会跟我讲 没事 我就我就在想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肉体常常会 收不到那个小我的讯息 还是小我不给我讯息 是这样子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 是就是在指示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都要确保 你们安全才会叫你们下去 对对对 对 还有一些就是在做的时候 是不是确定 我们不会去背到别人的因果业力 才做 因为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我常常跟小我 即使在做的时候 我心里都会跟小我说 你在你可以做的范围内做 你不要招呼你的 你的能力或你的范围 我都会跟小我这样子 在心里跟他讲 他都会说他知道 就是这样子 这个很重要 好谢谢 谢谢 感谢玉芬 谢谢 谢谢文敏德 为什么你说 因为一路走啦 玉芬也陪我很多啦 因为 从去正庆做功课 玉芬都陪着我 因为他而且他他那种感性的啦 感谢玉芬师姐 谢谢你 不好意思啊 有没有 差饮啦 有啊 会喝个咖啡压压经 真的啊 因为玉芬那时候我正去中心 我们每个礼拜四 都还有去那边做功课 真的很好 那个那个真的很怀念 我要谢谢 真的要谢谢你们啊 其实在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也我也学会很多 在跟你们共同成长的过程 我也学会很多 那我要再问一下子羽 这个子羽他自己有 比较多的体悟 这个体悟是什么 这个体悟就是说 因为子羽他是从还没进来以前 他就有那种 灵通力 也很会感应 很会 很会有很多的感受 可是从那时候跟 他有受过就是真人的教育以后到现在 我想要请子羽分享 我的不同 我以前 气气 我跟你讲今天不是洗别会 今天只是很顺其自然的让他发展 就应该是说 那时候的我就跟文明一样说的 肉体本来就很笨 那小我其实早早起来 已经很想做事 可是肉体完全不扭谈 那就会导致很多的灵弹体 那再加上肉体从以前对这一块 他我并没有什么正知正见 通通没有 那时候的我就是很乱 只想着这个现实生活我要怎么过日子而已 那所以导致我那时候灵弹体到非常非常之严重 他一直一路后来因为我的TK让我吃了很多苦 一直到后来我进了真园之后呢 其实我的分享心得里面有写得很清楚 后来进来之后 因为你跟班长那时候的引导 那再加上我内心过去很多的伤痛 那我又是以前的我是不会讲的 只懂得憋在内心 不知道要怎么发泄 所以憋到人其实已经快要不行 那后来应该怎么讲 后来就好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我们放到改天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今天重点 可以再放在崔师兄他们 跟康师姐小明师姐他们让他们去多发言一下 因为这样子他们发言的才比较有多一点的 还有一杯 多一点的那个能想 然后顺便讲一讲他们的状态 让我们知道了之后 可以让他们可以慢慢的再成长上来 好不好 所以你的问题 我之所以会问你这一些 其实都跟今天的主题都有关系 我知道 对 那你简短的讲完之后 透过你跟文明两个的版本之后 就可以让他们三个好好的去发言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你的心态观念没有归零 那很多时候真的会走很多的冤枉路 那现在又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以前是有个地方可以 可以就是每天来做功课 我们可以马上观察到他的那个 是是有天调 还是说有什么地方要协助 现在没有 所以我才会今天突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还请你们去发言 因为这些如果他们听得进去 对他们的帮助会很大 OK 没问题 那可是我 我这个问题 看看他们 对 可以看看你们的想法大概是怎样 这是我的想法 因为有前面的人 他们 你们走过的路 他们可以当作参考 不用再很多的摸索 这样子 对 我知道 不过我们先让师兄他们聊一下 那我的问题我们后面再来分享好不好 来 康师兄 不好意思让你 来 车师兄 我刚刚是想请教一下 那明文师姐 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这个副班长应该是用和解 还是用收金的方式 来让他的肉体跟小我会用感 或者是归属感吧 什么不一样 那我觉得说 再来就是说 以上副班长 于师姐 明文师姐 那你们去做分享的部分 是在真元工法上 还有因果法则上面 是要特别特别的谨慎跟小心 我觉得 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重点的啦 我的想法是这样 那时候 一芬师姐是用沟通的方式啦 她也不是说用收金的方式 她就是跟小我沟通 叫她 因为那时候刚起零 小我可能就比较激动 然后人就是已经 她已经好不容易 这次她可以修 所以她在各方面 她就是比较可能 比较激动一点啦 遇到老大 她就会 就会哭 好像她在跟老大哭诉些什么 所以她 我当我 每次做完工课 会归在老大面前的时候 有预分尸检或是星期尸检 她们 她们都会跟小我沟通 所以她们不是用什么收金的方式 或什么来稳定小我的 这个情绪 她是用沟通的方式 那像 班长一直在跟我们说 因为我们是教育单位 所以我们 只要出去 或是到哪里 我们 我们不是在展神通 所以我们到哪里 也不要说要灵动 这个就是我们增援的特色 我们 我们可以在宫里面 你要怎么动都没关系 可是到了外面 我们在这方面就是 要低调 我们也不会比人家差 可是我们 我们要的不是这一种 所以 慢慢的小我经过教育 上了很多的课 在这 不管我们是肉体或是小我 他们慢慢的都成长 上面的话 现在 他能稳定下来 他就可以 跟一般的 即使讲话 他也是一般的 肉体一样的语气 他也不会说 有 有那个 比较不一样的动作出现 这个就是 真源的本意 对我们来讲 我们弄也都比较好 就是这样子 分享 这个 真源的功法 还有 英国的法则 这都是 亦不亦的 成长 感谢 师兄 师姐 的分享 谢谢 那一芬师姐 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们 不管是在 在收金 还是怎样 即使清理 他就可以达到 收金的效果 重点是在你的 一面 像 我们在外面 然后就有 在吃饭 就有一个朋友 就是从椅子上摔下来 他就吓到 我们不认识他 我们也不可能去 帮他 就是收金 是 像我们就是用 眼睛闭起来 然后就直接对他 做那个 清理跟收金的那个 不知道我们帮 我觉得小孩子一下子 他就稳定了 所以 感谢什么 是你要 你拥有这样子的能力 是你怎么去帮助别人 而不是说 我要展现我有多厉害 我们也可以默默的做 像 之前我们 我跟班长 我们去那个 花座 然后就是 同行的人 他太太就差点出车祸 他的离情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清理 那清理的过程当中 他慢慢的 他就稳定 然后后来班长看到他 他就说 已经收金收好了 所以其实 你要展现什么 那是有必要的时候 我们才偶尔漏一下 而不是随时 就是 这厉害 那不是 真的 是你 你自己 到底 真的 我们最后是 你自己能够回到哪里去 你从哪里来 回到哪里去 而不是在展现神通这一块 给师姐们的分享 那我觉得这一块 我必须重申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跟很多东西叫做学习 那那个叫做过之错 那现在 透过这一个我们会把增援的一个 一个模式 一个分享的因素 是因为说 我们也希望 我们新加入的 崔师兄 小蜜师姐 变相 好 季妍你等我一下 马上给你 就是会有很照的表现 这个也都是正常 但是 玉芬师姐 今天非常的苦口婆心 跟大家叮咛是 希望大家能够稳定下来 然后再加上现在节气 大家的灵性 那个能量 会加来加去 所以会觉得说 他会想要透过 刚好今天这个读书会 跟大家一起 再苦口婆心的劝一下大家 那没有其他的意思 那所以呢 其他的师兄姐 听完这样的话之后 大家可以尽量放开你们的心胸 把自己用一个开放的角度 来接纳这一些话 你们未来再走这一条路 你们再调整你们的步伐 跟心态会比较快一点 这是我刚刚跟一个感觉 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那再来季妍 嗨是小哥好 从今天是在 其实我的方式 我大概是前四五年 秀自己 就打开来了 那刚打开来的那个时候 就会讲淋雨 然后那时候苦 我知道在树尾区干嘛的 那个大概知道 可是我后来来接种了来的就是 除了Shime 还有会接到很多频道的 呃外里 其林的时候 我比较痛苦的是 身体会摇晃啊 那些那个 然后除了身体感以外 我还要分辨来的讯号源是谁 这件事情让我很困扰 然后也很害怕 自己身体变得不受控制 这件事情很可怕 然后慢慢的 后来我慢慢发现 就是零之后的稳定 除了上课 观念态度 然后还有跟小我的沟通 也很重要 因为以前的我 只是想要压抑 我不要这一切不正常的事情 我要变成正常人 这件事情 已经我的心态 就是我不要这些东西 这些生生贵贵 我都不要 我就是要当人 所以我就完全还是听 任何他给我的一些讯号 或者是他要干嘛 我都是都不听 都不接 所以变成会拉扯的很严重 那后来慢慢来这边之后 我就是学习 怎么去跟自己的小我沟通 像这个月 三三四次 我这两三 这三周 学习跟我的小我沟通 去听听看 现在比如说 现在我感觉到 有能量拉扯度 然后我就会问说 这个是什么事 我就会试试谈谈 然后他会跟我说 没事 然后跟你说 下半天找你回家 早点睡觉 我今天有事要出去 我可能跟他讲好了 OK了 那我们可能就达成 暂时的一个平衡度 我就觉得OK 后来我才发现说 你是一个求助者 我会希望我去的神明 去的宫庙 去的一切地方 想要解决我这个问题 你们没有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 我是一个很可怜的受害者的心态 那这一个月的时候 我突然间觉得 就是那天 向着问我说 我最近过得好吧 我一开始的态度 我一开始的态度有点不太正确 我会把你 我就觉得你们要解决我的问题 可是后来发现不对 不对 我这样子心态不对 我后来发现说 是他们会给我一些方向 然后我自己去思考 我要哪些方向 我去试试看 然后我却是要自己想办法 去取得平衡点 而不是受害者姿态 所以这是这阵子的一些想法 然后比龄的那时候 的确有很多能量体的感觉 然后以及我每天都超困 我好像十点九点十点 我就会被小伙摧毁 我去睡觉这样子 然后以及我躺上床之后 半夜我就身体就开始调我的呼吸 后来 我以为不知道他会玩什么东西 后来我慢慢才发现 原来是他是在疗愈我 过年那时候确诊 然后很喘到三人 那时候去真人那时候 我都还在很喘跟咳嗽 然后这三周我都呼吸调整完之后 我现在已经都不需要再吃药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三周的心情是 有慢慢学习稳定 然后要慢一点 我太快了 即上课这件事情 好 我分享完了 谢谢 OK 好 那我们看师姐今天蛮安静的 师姐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讲一下 好啊 我讲一下 三月四号起零之后 其实我的症状跟滋溢 我也是差不多四五年前就突然蹦开了 那蹦开那时候的心态也是像小蜜一样哭 想说为什么是我 我只想赶快回到正常人的生活 可是一直排解不掉会动啊 那时候动的实在我那时候那阵子都是我妹在旁边帮我啦 她都在帮我负责 我如果动起来到最后就是都会倒地 搬在整个摊着起不来 就像昨天一样 昨天如果没有请班长赶快帮我弄 我就会倒三天 贪三天 那身体会很虚 然后后来是 我会感觉 我有感觉到就说 到我身上来的这一股力量 不是那种歪名邪道的 都是正的 我可以很肯定的 都是一些正的 我也一直解 打解不出来 到底要怎么去解解 我只听从我那个堂兄的见 那你就多诵经 所以我没事的时候我就诵经 诵经 诵经 那时候身体状况就死好死坏 就所谓可能你们所谓的灵逼体 因为对 我是没有一个宗教性 没有很虔诚啦 顶多就是像乡下过年过节 清妙礼拜拜这样子而已 那是一直到 我在这中间我也一直寻寻命运 就看有没有一个 又不花钱 又可以帮我解决问题 解决灵问题的 所以我后来就听从堂兄的建议 我去学艺经 目前班长在教的这个不过 那当然我去学艺经 是那个维新中的 他教的是比较细微一点的 因为也不能说班长教的不对 因为班长他是用科技这方面 现在的科技的一个产业 来把这个艺经更快速的 让大家来了解 那我另外那个维新中教的 他是比较一步一步按步就班来的 那我就有一部分的时间 我就花在那边了 那后来在那边我写了一年 快两年 一年版毕业了 初期版毕业 我就没有再继续学的研究 因为那个课的氛围 太喜欢了 就记得都是一些 当然也有年轻的 那也有年纪大的 可是年纪大的 我自己也年纪大 可是就是年纪大了 他们如果下课 就会讲一些婆婆妈妈的 安心不安 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 反正这个我就觉得说 来上课你就要规规矩矩的 可能我的观念也比较传统 像以前小时候上学上课一样 就要规规矩矩 所以后来我就停掉了 那就刚好停掉那一阵子 刚好我父母身体也不好 就回南部来照顾父母 可是还是避免不了 这运动的情况 后来有一阵子到一位老师那边 他还直接说 那你就也是有点共修 接受正能量 他强调的是 那种磁场能量 他也没有说是什么原因 那只是说 那边好像就没有解解我 这一部分的灵动的问题 所以再加上后来老师 刚开始那个老师是 还讲说 他不会反对你们任何人 有宗教信仰的来参加 他都接受 可是到最后变成就是 他变成是 只有他的理论才是正确的 其他宗教都不正确 那时候去共修的时候 我还是会动 一开始他说 我动是因为祖先的问题 后来又有一阵子 我变成突然 突然在共修的时候 人家会跟我讲灵营 那我就会回应你 因为我自己 我也不知道自己会讲灵营 是你讲我会自然回应 就像那天班长叫我写那个灵文一样 他叫我写的时候 我还在怀疑我自己 我怎么可能 我已经 因为我一开始会写是 怎么笔拿来就在纸上画画画 我也觉得这是什么 我看了没有 那有人跟我讲说 你千万不要 克制 所以我有一阵子我就克制 所以我很久都没有 不会去动笔写这个 那天班长讲 那我再拿起笔 我就写出来 那我在想 怎么会这样 会再来啊 好了 等到那一天 我会去真言 是因为有一天晚上 我准备睡觉 我就在划抖音 突然看到真言 在讲 我就觉得这方面就比较适合 我要找答案的途径 所以看完了以后 我觉得班长还蛮符合 这些讲话 不是像以前说要去公庙 什么办法会 什么帮你弄一弄 我是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去庙里面 从头到尾都没有去 就一直没一直存在这样子 然后就那一天 我就觉得 你讲去真言 试一下 那我就先 那个姐夫那边一言 所以那一天 再去麒麟了 前两个礼拜 还一个礼拜 反正就睁眼了 那就刚好又碰到 小咪师姐 我们就在线上这样 大概聊一下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有这么多人的状况 都是跟他们都一样的 只是可能先获得 不一样而已 后来我就想说 好 然后姐夫他们说要去执杯 我也就去了 以后当然就是跟 西藏那边跟姐夫也是有一点 到最后还蛮顺 到最后是姐夫讲话 我那个小我听不下去 就跟她盖上了 那是事后姐夫她说 她说她刚刚讲的 不是针对我 我这个肉体 是跟后面那个小我 那时候我也是觉得有意思 我又觉得说 她们姐夫这样这样子 就是小我跟她这样子 然后我再去试衡 然后姐夫她就很真诚 所以说真的是刚刚那个意思 什么什么什么 就解释了 觉得我就又跟了他们回 云山争言 然后是递了以后 那天读师会 然后班长跑出 有先生跟姐夫了一下 就是说当时她在帮我弄的 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点小瑕疵 这样子 后来就好了 弄了就去决定要去增援起 比零 她说我不是请 是调整磁场 所以那天去晚回来以后 去三月四号去晚回来以后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感觉到 我的小我 那去晚回来 我就一直都有静坐 一直每天我就固定 有时候晚上 有时候白天 差不多静坐 清理一个小时这样子 一直这中间我也没有感觉到 就像小蜜师姐 就说各位师姐一样 会感觉到她的 你们的小我 我都会出来跟你溝通 可是我都感觉不到 刚好有上上个礼拜 就我妈住院的第一个礼拜 我有跟姐夫提到 提到这方面的事情 她本来就说要不要帮我弄 那我那时候我还在想说 我是蛮贴耻的 真的贴耻到不行 我那时候还在想说 就这种 甚至这种事情我还不太能相信 所以后来作罢 就是为了有一些事情 然后心情不好 姐夫在跟我耐的时候 我就说我心情很差 我暂时也 后来姐夫马上打电话给我 我说我不想接电话 我说我也不想听 我就自己进沉淀了两天 两天以后我就跟姐夫说 我去大吃大喝了 放开心中大吃大喝了 就是放逐我自己 就又回来 后来刚好姐夫就说 刚好班长来台北 问我要不要跟班长碰面一下 我就说好啊 我就后来就去了 那天去了 那当然可能班长知道 知道我的心态 我说因为我有跟姐夫说 我怎么感觉不到小我 你们都可以跟小我 跟他讲话 我说我根本 有一阵子我在静坐亲礼的时候 我常委说 亲爱的 我们一起来做亲礼 然后我又请吴萨他们保佑 让我的一些 让我的善念能存在心田 修心修口修得养真心 令我一切的谈诗称 跟一切的这种练力壮高 找路出去这样子 那我就说好吧 开始亲礼 我就说 可是我一直感觉不到啊 我叫他 也没有 只有他 他要找我的时候 才会有 我会感觉到 我找他 没门 所以班长就问我说 怎么可能 后来那一天他就 又不想话 我就马上点头摇头 我想奇怪怎么会这样 后来班长就说 因为我这个人就像义文师姐 我很高傲 傲气 所以我那个小伟很傲 两个傲 跟傲就背对背 互相不理睬 后来班长就在这中间 做了一些沟通 就说 请我落题 跟小伟要互相配合 大家一起各浪一步 看看来调整一下 我就发觉 就说 那天沟通完以后 我有感觉我的心 那个心 那像去 疫经 礼拜四 疫经的时候 我就 因为我妈妈突然 她的能量升上来的时候 后来师兄姐 就是结圣事 大家师姐帮忙骑虎 来送虎 送挂虎 那一下 那撒上间 我没有感觉到什么 可是我今天 这两天就发觉 好像 那个心好像在转变 可是转的是 像一芬姐的 就是我那个 就是说窃席被 其实我也不是说为了要做好事 还是怎么样 其实一直都想说 做点不实方面 可是就 好像那种阴影 机会 就是没有到来 那刚好是那天就这样 我就 就出去了 所以没有说是要去先咬 还是什么 后来那天 就再 拿回来 班长就说 因为 我跟小伟 以前我们两个就是独行侠 也可以 独行侠讲得好听一点 有点像警笔之娃 天外有人 人外有天 可是 我的问题就是 比较 像其他师姐讲 很顿 所以这方面 我不会很细微去查 像之前班长有说 那个小伙 你们要有一个粗 粗查跟细微去 细部去查 我是很 很大而化之的 就很多事情 我都会 看重点 其他那种细微的 我都不会去看 可是我如果帮人家做事 我就偶连细微的 我就不放过 可是对我自己 我就很放松 亲爱的 没关系 这样子 所以今天我就突然 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可以感到 我那个心是很快乐 当然不是说 因为是我妈 身体转老 就是那种感觉 我说不上来 就突然觉得 我的心是 很快乐 而且是一个很欢喜心 这样子 就觉得好像 好像我以后应该更潮的这方面去做 就要去查你什么 我知道 那一群班长就有跟我的小伙 就沟通 我才发现 突然就是这个心就慢慢又在转 那是小伙带领着我还是怎么样 我不想去做太多的联想 因为我很怕就是说 自我意识 自我催眠 让我去做这种事 还是说 我这个 中的一个 从脑袋过 想要去炫耀还是什么样 所以我不太要去 施力太这方面的事情 我会认为 我该做的 人该做的 不要不违背良心的事情 正面的 我就是照这个样子去走下去 那当然就是以后我会 像这方面 每个东西 如果再开读书会 只要我有空 我就会上来跟听听看 师姐他们的分享 因为听了你们的分享 我才会知道说 原来我的问题 跟大家其实都大同小异 就不用再怨天游人 你的使命到了 那你就该去做 因为以前我常会觉得说 为什么等我这么年纪大了 才 蹦出这种事情 为什么 不再年轻的时候 就找 就让这种事情 会灵动的事情发生 那 长就说 很多人就说 你要很庆幸 是你退休 才这种灵动发生 有些人像小异师姐 她是还在工作 年轻就动 她会碰到很多的 这种困难 她还要上班 还要去应用 这个灵动的事情 你很庆幸 所以我就慢慢慢慢 这两天 尤其是今天 心整个就在转向 这就是其灵后的 我大开的心得 另外一件事情 我刚刚有问 就是说 宝银师兄在分享的时候 我就投音 而且我常常听到 就是 或者是跟朋友 跟其他人 我们在讲 这种有关什么 佛无形界的 我就会投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 我刚就有问 宝银师兄在分享 这个 我怎么投好音 一文师姐是说 因为现在这个 节气的关系 所以 那天读师会 班长也有提到说 可能会一直延到端午 所以我 我今天早上 我就说 端午大概会到几夜 我就大概去看 我大概就 因为又卡在论 我说 我今天就跟 佛跟崔师兄分享 那大概可能到国立的期议 因为 今年多了一个任年 因为我能知道的 大概 我也不能说 我讲的都对 这个我觉得该分享 大概说 班长讲的 到端午节 可是 我没有一个 很正确的 你要告诉我一个 很明白日期 我才会去 确切的记住这件事情 不然你跟我讲 端午节 或者知道 前后正直 或者是什么 我会忘记 所以我做 我做事 我就是 所谓的贴旨 你必须 告诉我 做这件事 有什么目的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我了解 我就会 听前一句做 我不会说 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我就 你跟我讲 我就去做 我某种种去做 我不会这样做 所以造成 就是说 我跟我小偶之间 一直 事实上 我们都是背对背 从来没有面对面 这是 那天班长跟我 谈话 起司之后 到今天 我的一个 其林后的心得 大概是这样子 跟各位师兄姐分享 也请你们多多 给我一点指教 谢谢 我们现在康师姐的分享 真的很棒 那 我们 还有没有 其他的师兄姐 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分享多了 说定你 某一句话 可以 帮助到我们 公里的师兄姐 是你 是你 没有啦 我突然间想到 我那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会灵动跟淋浴的时候 然后会有自身神明啊 什么的 有的没的来的时候 就有人跟我说 一句话 我一直放在心里面 就是他说 求神通求感应 必定走火入魔 那时候他这样跟我讲 他讲台语 我现在不会讲那个台语 就是他说 这句话 我就一直放在心里面 他就说 求神通跟求感应 是走火入魔 这件事情 让我就会放在心里面说 所以我也不要去 想说 我做了这个动作 可能是 有人会说这个是 什么什么神明的招牌动作 是什么什么 人家 有些凶啊 就会用一些话去跟你说 你这样子 做会越来越厉害 你会越 会让你 我骄傲的心态 的确是 可是我会一直 脑中都会冒出那句 求神通求感应 必定走火入魔 这件事情 以及刚刚的方式解说 说你的小伙没有跟你讲话 可是 有时候他给你的 像头晕这件事情 maybe也是他在跟你 给你点一下说 hello hello 的意思 因为他平常用别的方式 跟你hello的时候 你都不理他 他只有用头晕这件事情 让你去感受到 还有这件 这个能量 慢慢的可能 试着去 去试试看 跟他多一点的会话 只要讲这个而已 没什么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棒哦 那 月芬师姐 我再讲一下 因为 等一下我要开始 又要去煮 煮那个佛堂的 那个饮食 好 嘿 我要回应 我是从 说你这么老了 才开始临冬 对你产生困扰 我从三岁开始 就 被开了眼睛 然后 就可以看 无形的东西 我讲这些 并不是要跟你们 比较还是什么 那 我 我从小 就是被 定义成 我以后就是 不是出家 就是开宫苗的 所以我 我父母对我 接近 修行 修行人这一块 是非常排斥的 那 我很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常常都会 有很多的状况 所以就会去到宫苗 会有打隔 可是我有一个 就像你说的 我很高傲 但是我的高傲是 我会去观察很多的东西 我不随便 那个团体里面 那很多的生命 想要上我的身 都没有办法 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的身体 我做主 我不想要借给别人用 所以 在我这种 很强烈的意志底下 这一辈子 唯一一次 还是两次 直视的时候 就是 我大下来 处理事情 就只有一次或两次 其他 我的身体 完全没有任何人 可以去借用 包括我的老大 为什么说 你要正心正念 我讲的一句口头禅 就是我没有小我 怎么这么讲 我现在 我在做 不管我在清理 还是在静心 还是做什么 我都如实的去做 那我平常 我的小我 也不会来跟我讲说 你今天怎样 你怎样 可是因为 我很如实的在体悟 很如实的在看书 很如实的在 做这些基本功 所以我在直视的时候 我并没有比任何人差 所以 我没有小我 来跟你讲什么 我觉得 并不是很重要 那 在整个过程当中 今天 如果你很在意 你身体的这些感受 你常常开放你自己的 的那种天线 然后感应 谁 怎样 怎样 那你会造成 你自己很大的困扰 意思 你是不是 把你的心 从外放的这个地方 收回来自己的身上 去关照自己 我今天 该做的功课 做了没 我清理了没 当我头晕的时候 我清理之后 有什么样的感受 那我也不去管 那是谁 造成我头晕 谁怎样 那不干我的事 我就是清理就好了 这是我的建议 那我在外面 我也不会随便去 灵动啊 讲天语啊 什么的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以前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属于那种 像你们这样子 很容易 小我很活泼的这种 那我会克制我自己的 小我在外面 人家怎么 我说我拜什么 我是谁啊 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问我说 我会不会怎样怎样 我说 我会吃饭睡觉 其他我都不会 那我那个朋友 就开始灵动 开始比手语 开始怎样 他就中招了 回去就大病一场 很严重 所以你在外面 怎样怎样怎样 你展现出来 我们也许无意 可是我们不能 去阻止别人 对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所以我在外面 我都很低调 包括我们去 城华庙去哪里 在接收 我都很正常的 拜拜 很正常的 我也绝对不会 让我的小我走起来 在那边 什么 除了在增园本部 在起灵 在做圣事 或者在祈福 不需要布证 其他时间 我都跟正常人一样 这也是我 对我自己的要求 所以 今天 你要杜绝 外面这一些东西 还是要回到 自己的内在 好好的去修 自己的内心 而不是去感受 外面那些 谁谁谁 怎样 然后去感受 今天哪个生命来 我要讲的是 曾经有一个师兄 很年轻的师兄 他刚起灵 他 都去我那边做功课 那 刚刚小蜜师姐讲的 就有什么招牌动作 这个是 祭功 这个是关功 这个是 玄天上帝 什么的 anyway都好 有一天 他在做功课的时候 他一直比 玄天上帝的 招牌动作 他就在那边走 他也认为 应该是玄天 或者是关功 可是 你们知道吗 大错特错 他是人家在考验 如果你很执着这个 那你就死定了 最后 我刚才讲说 不是哦 你好好的 静下来 不是这个哦 他走的所有的台步 都是他认定的 那个生命的动作 结果最后 他的那个师尊是谁 是祭功 所以你如果很执着 这一些 对你来讲 并没有好处 真的 真的没有好处 不要去执着说 今天 谁谁谁 下来怎样 我会怎样 我会比 我会怎样 真的不要 你如果把这些 都放在你的 你的那个心里面 那你很容易 就像小蜜师姐讲的 很容易就乱了 真的会乱你 我的分享到这里 好 谢谢玉芬师姐 那玉芬师姐 刚刚所讲的 其实是已经 比较深一点的 攻发了心法 也是一个修行过程当中 会有的一些考验 那我就因为 我也曾经有过 这一些状态 那我们就把那平常心 那重点是 我们应该是 关照自己的心 而不是让他 一直往外放 那是 这是玉芬师姐 这刚刚一番话 一直给我们的勉励 那也是我自己 曾经走过的一段 一段心路历程 那他所讲的 这个 我觉得 我们新的 那个师兄姐 你们可以先 把它放在心上 就算现在 好 那个崔师兄 我想请教一下 志玉芬师姐跟 刚刚康师姐有讲到 这种背对背 刚起零 我是叫顿的 直接帮我看 我有没有这种 背对背的这种 形态跟做法 兄我给你的建议 就是你现在先 不要想太多 那很多东西 要做的就是 先清理尽心 那慢慢往你自己的内心看 你是可以找到答案 不需要别人告诉你 懂吗 这一块是这样子 那玉芬师姐 你现在有办法 再跟我们分享吗 玉芬师姐 可能是真的比较忙 那崔师兄 我刚刚在跟你讲的 这个真的是我自己过去 你有什么想要发表吗 没有 我明白 我看 是好 崔师兄 我们在念经 或者是在 体悟经典的时候 是把它拿来 变成自己的东西 不要被经典所困住 你理解吗 明白 我进正元之前 我是被经文给困住 因为我 我会这么说 是因为 我有几次听你在讲经典的时候 就有一个 很多的那种 很多的束缚在你的身上 你懂我说的吗 讲白一点 我听不懂 束缚是什么意思 你会引经据典 把这些东西用来 好像框住你自己的东西 就好像 好 我今天我在念 我讲白话一点 因为我没有像你这样子 直接在字里面 研究经典那么深 那我是属于在家自己念的 那 比如说 我在读阿弥陀经的时候 他就有讲到 我在读地上经的时候 他就有讲到说 如果有人往生 家里有人往生 他的那个子女 是时间内帮他做什么 什么什么 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对于这个往生者 对于子女 对谁 会有什么好处 我会把这些东西 活用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 而不是说 拿经典来让自己 就是这个怎样 那个怎样 那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你的小我会有所体悟 你自己也会有 你自己的体悟 这个东西 才是你自己的东西 而不是我们被经典困住 然后活在云上面 我不是说你活在云上面 我是这样子比喻 白明白 我自己有一点感受 但是我以为那个是修行 那我进真园之后 我慢慢了解了 那个我 我还是我 明白 谢谢师姐 我懂 我懂 我们今天在修行 修的就是自己这一颗心 界律 最高的界律就是心界 你有很多的东西 是你自己去约束你自己 而不是被很多的繁文礼节 去把自己束缚住 让自己越修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所有 所有的佛规里面 像一贯道的佛规里面 它有佛规十五条 它最后一条叫什么 活泼硬事 也就是说 你今天你这件事情 你这样子做 可能礼节规定要这样 可是在不违背理解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可能会是更好的方式 来做这件事情 你可以理解吗 明白明白 感谢 收到 这个我知道了 嗯 我去真切的来体悟 谢谢 崔师兄 以下是刚刚我听到 那个崔师兄的一个 一个看法 大概自己有一个小小的 一个想法跟分享 我不晓得对不对 因为其实我感觉 崔师兄其实他在佛学 造语上面有很高的一个学问 他的引进据点当中 他所用到的都是一些 很深的一些 那个佛理的名词 所以我对他这方面也蛮佩服的 因为他在佛学造语 绝对是一个很高的一个佛学 一个学佛者 那我会从他的语言当中 他刚刚提问的那个问题 我个人感觉 他您可能在在乎自己的小我 跟自己的互动上 是不是好像不太有 太多的那种互动的感觉 其实我跟你也一样 有这种现象 我的小我 我感觉好像也不太理我 但是实际上 他其实并不一定说 你起零了 他就马上会让你 去感悟到他的存在 或者是说他 他有什么特殊的状况 特殊的什么能力 要立刻体现给你看 我个人会觉得说 是机缘的问题 你没有机缘 因缘机会 味道的时候 其实你那些能力 对你来说也是不需要的 或许也可能怕你 因为有了这些能力而高傲 产生了骄傲心 再加上你本身佛学上面的 那个造诣也比较深 所以可能会更容易的 往小傲的高傲的一个 一个篇路去篇了 可能吧 我个人是这样想 所以或许在这方面 你的小我会 还是在于处于观察 你个人的阶段 而不是你跟他是 背对背的一个状态 我会觉得说你多一些静坐 多一些聆听心理的声音 有些时候我们 小我给我们的感觉 偶尔是一个灵光一现的 一个想法 一个看法 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你仔细的去察觉 他可能慢慢的 都会给你一些想法 因为生活就是修行 你生活的环境 就是你的道场 在你的道场当中 你可能会发生了 一些事情 一些问题 一些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或者一些疑问 可能依照你的学理知识 可能你会去 你的自我 会引导你的小我的想法 或者是你的小我 会体现到你的自我 可能的我值得太高 所以有些时候 他或许给你想法了 你也不易去察觉 所以可能会在这情况下 你会现在会觉得 或许是不是背对背 其实不是 其实他一直都在你的心里面 只不过是说 你有没有去发现他 你有没有去做好 亲你的动作 有没有 真正的把自己的心静下来 去体会到他 去体会到他 了解到他 去感觉到他的存在 这样子 那在那招意也比较高 所以我 我个人觉得 可能你会太着重于 这个法治了 你着重在 你可能被这些 那个 佛里的一些文字当中 你去 执着了 去被他 被他年到 我好像记得有一次 我觉得 好像有一次的机会当中 我去讲到说 佛法不在文字里面 可是我们却 必须要从这些 佛经上 道理中 我们去 去从这当中 去了解 去寻民 所以其实我们 它是一个工具书 让我们去了解就好了 了解之后 为什么还要是 把它丢掉 丢掉的不是这一本书 丢掉的是这本书 给你的那些文字叙述 因为我当时也 有提悟到说 其实佛经在这当中 他有一些阶段性的东西 他也有一些时空背景的 不同的关系 问的人的根器 上等根器 中等根器 下等根器 他的说法 也有一些权益说法的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在 这个佛经上面去 去琢磨这些文字 可能会陷入到 这个自我的迷失 被文字给您做到了 所以我们才会说 要用科学的 灵学派的方式来做修行 我们要用现代的方式 去思考 用现代的方式去 了解我们现在 所生活上去遇到的问题 不要拿一千多年前的 那些文字 来解释 是我们现在一千多年后的 现代的人的这些灵性问题 因为有很多东西 拿旧的来解释新的 确实是不合思议了 这样子 以上是我个人的想法 我不晓得对不对 也请各位师兄 师兄姐 纠真知道 以上谢谢 我们谢谢保元师兄的解释 其实是非常 解释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是一真到位 那 崔师兄 我刚刚会这样 一直跟你讲 是因为你不要急 真的不要急 你的状况就是你的急 所以你急 一直急着 想要从佛法里面去找 那不是不对 可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静心清理之后 就像保元师兄有说 请好好关照你内心 你的内心一段时间之后 一定会给你讯息 再者 动与不动 班长都有说过 都不重要 你看我们 现在读书会里面 达威师兄 过去也从来不动 可是他现在有BC差吗 没有 而且他现在很厉害 那这个厉害 我们觉得只是我们对他的一个想法 那在这一块里面 崔师兄 我觉得你去往自己的 先安住你的身心 往你自己的心里面去追寻答案 因为真缘 虽然我们不强调任何的宗教 那个派系 但是我们追寻的是观音老大 那观音老大呢 是他很重要的经典 就是我们的心经 他把你只要能够往心经这里面的东西 去往你的内心直入 往你的生活直入 你慢慢会去通透一些东西 也会慢慢去知道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是什么 来班长说在比笨 比什么笨 可以说话了 来赶快 你等很久了 不就大智若鱼吗 谁越笨越聪明 那交给你说 我不知道 因为我刚刚都没有听你们讲什么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到底要问的是什么问题 搞不清楚 我们有让崔师兄 康师姐跟小密师姐聊一下他们这一段的转变 心态的转变 那聊到后面 崔师兄有一点点在小紧张 为什么大家都可以感受 怎么他现在反到他的小我比较没给他讯息 他也不会有其他的动作了 所以他有点在着想了 那有点在紧张 所以叫我们帮他看看 他现在是不是他跟他的小我背对背 那保元师兄跟 玉芬师姐刚刚有稍微跟他们解释了一下 那再来就 班长换你了 背对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还记得我说过一句话吗 刚起零的人 请你把之前的所有东西丢掉 如果你还把任何的东西背在身上 你不要想说会有任何的感觉 甚至会加强你之前不好的东西 比如说小密师姐 你如果没有把你之前的感受拿掉 你会被干扰的更严重 对不对 那那个康师姐 如果没有把你之前该丢掉的东西丢掉 你也是一样 你会更执着 会更糟糕 会跟你的小我更背道而驰 所以 所以玉芬师兄 你如果不把你的佛法丢掉 你别想你的小我会找伤你 一样道理 所以我要你们全部归零 刚刚玉芬我相信也会提到 吃归零膏这件事情 一定得归零 从你的静坐当中 去感受它的存在 感受你的小我跟你的气和 如果感受不到 不要气馁 没关系 慢慢的来 总有一天你会感受到它的存在 而它的存在 并不是让你动才叫它的存在 是踏踏实实的感受 它就在你身体里面 它就是你 你就是它 你们两个心意是相通的 这才叫感受它的存在 你能不能随时静下来的时候 就觉得 我跟我的小我同时存在 当你做到这样子的时候 那就叫真的小我的存在 身上的东西 这些都叫 我刚刚有打了三个字 叫知识帐 如果被你以前所学习的东西 给知识帐住了 那就很难 很难去感受到 你的小我的存在 因为你们之前 根本没有去做这一块 那要做这一块之前 你不把之前的东西丢掉 很难 不是说完全感受不到 而是很难 会很难去迈到这一步来 这个很多 刚刚我相信 几乎所有的师兄姐 应该都有分享过了 不管动起零不会动的 通通必须经过丢掉的这一段 动得很厉害的 你不丢掉 照样感受不到小我的存在 不是会动的 就感受得到小我的存在 那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请记得 我说的这句话 丢掉你所有的包袱 归零 这个才重要 我只能这样勉励 谢谢各位 谢谢班长 那其他师兄姐 有没有想要再分享的 律师姐好像都今天 没听到你的声音了 有没有什么想分享 今天很热 还都不知道我分享 要分享什么 我刚刚班长讲说 他说什么 没有啦 说那个月低调的月 我就想到新奇 新奇公主 我说他就是那种 点点吃三文公饭的 对啊 点名他 不知道他现在有什么说 就他默默 他就这样点点 就说 问他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 其实是深藏不露 对啊 他说补一句来 后面就发现了 对啊 马上验证 要分享什么 分享 反正我就听话照做啦 因为我想到说 我会起零 也是因为 也是新奇公主的 的堪行 因为他是我很好的 高中同学 当初也是因为 一年串的事情 然后他就带我进真院 然后当初我也 其实我当初 我一开始 我对道教的东西 我是很排斥的 因为我比较 信科学 我不信神学 可是 我又很想去解决 我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 一些问题 因为 我还没有 在起零之前 我的 睡眠状况 真的 很不好 每天 也不说每天 就是死好死坏 也不知道是 生病吗 是生病感冒的状态 还是怎么样 可是你说 要去看医生 我又不能吃 需要 可是又 还不到看医生的状况 其实这个 这个困扰我很多年了 尤其是在结婚之后 睡眠品质一直都 都很不好 然后还有 我还没有起零之前 我常常在睡觉当中 我都会去做梦 做到很可怕的 我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 什么叫沟通 就是像刚刚 小秘师姐说 我们一开始 我们都是会用 就是抗拒 就是抗拒 然后你会发现说 你越抗拒 你越挣脱不了 后来有一次哦 我有一个经验 有一次我就突然间 我就想说 好吧 那就来吧 看你们要怎么样 你们就随便你了 然后那头 一起来 那个感觉整个就松掉了 因为那种感觉就像 昨天 那个康师姐 他分享就是被压制 让你 你思绪是很清楚的 但是你全身 你就是都动不了 我都会以为说 那是我在睡梦中的状态 那一次之后 我的那个意念就是说 好吧 来吧 你要干嘛 就让你干嘛 结果 结果就整个 整个那个力量就不见了 自从那一次之后 我就没有再有过 那个感觉 后来就是说 起零 起零之后 我刚开始起零那一天 其实我也没有很大的感触 在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刚好有正气中心 所以每天 就是规定说 一个礼拜要回去做功课 那我第一天 他们就让我做二小时 那也没怎样 那我就回 就回来 第二天 他们就说 你要不要站起来看看 然后我就 反正就照做 我就起来 然后就 就开始做运动 弯腰下腰 什么姿势都来 然后我自己吓得一跳说 力量是哪里来的 因为 我的个性就是 人躺 我就是躺 你叫我起来动个五分钟 是不可能的 是因为我可能 动了三十秒 我就会觉得很累 我就想要 去坐来休息了 可是他就一直带着我 做一些肾宏啊 下那个 那肾宏有一个力量 他在牵引着你 然后他的那个力量 那个动作就是 让他去揮花 然后就 天三天 这样 然后 就是让小我做啦 要动就让他动 然后刚开始 我也是覺得因為睡眠就變好了 我就從起床人家問我說你會不會睡不著 我說我不會 而且就算我失眠我只要靜坐 而且我愛上 因為剛開始他們是要靜坐 然後是要坐15分 我說不可憐 我連坐 但是你說今天我在那點點坐15分 才是不可憐的事情 後來我就嘗試啊 因為去改善身體狀況 因為真的很討厭自己的那個那種身體的 然後找一個方法 然後結果我因為發現他的神奇偉大的地方 後來反正就是聽話照做啦 然後就會覺得 結果後來就說在你裡面 產生了講有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所以我才慢慢慢慢慢慢 那個點對到就是說到這一方面的排斥 然後我更我會比較比較就是比較去相信 是我們有一次我們有舉辦去那個三清宮 然後那一次去的時候 我們有請當地的那個他們的總幹事幫我們做一下 結果我聽完之後我就覺得說真的他 其實我們都去我們從以前小時候就是這樣子 沒有去真正了解到他本身的正性 所以那一次給我的啟發滿大的 然後後來就又加上我們 反正我們就是說知道說我們的生命藍土的使命是有哪些要去完成 所以我們就反正有事情我們就去參加 就這樣一步一腳印就走到現在 好謝謝 謝謝樹立師姐 心情師姐 你無形這樣 你無形人說 晚上我要跟你說 我們長話短說 因為我要來吃孩子 okok 沒有我就是說 我是要分享一個就是說我起零之後 你跟小我就是收到小我的訊息 像我的話 我在起零之後有一個過程 因為我公公那時候他身體不ok住在我家 那我那時候也剛起零沒多久 那個時候我跟小我的互動就是 小我騙我他常常騙我 我都會收到他的訊息 他都會騙我說 你看哪裡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那時候的我 就很相信小我 他說什麼我就做什麼 後來就 你要自己去觀察 我大概被小我騙了好幾次之後 我就覺得不對勁 我自己有去感覺到 所以我就會盡心 就跟我的小我溝通 我說 我們是要一起共修的 要來完成我們的生命藍土的 你這樣子騙我的話 會造成我對你的不信任 所以我希望我們以後 就是要好好的相處共修 你不能再騙我 我才有辦法相信你 所以說你起零之後的這一段 剛開始的這一段 你說聽到什麼看到什麼 有時候對你不一定是真的好的 以我的經驗來講 因為我的小我常騙我 所以後來我就有觀察到這一點 後來就是透過溝通 彼此的互動 就把這個狀況就慢慢的改善掉 之後我們就比較能夠 比較契合了 就不再有那種狀況發生 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 大概這一個小部分 謝謝 謝謝我們的新奇事節 他的這一個階段 我也曾經有過 也被騙得很長 因為信任 所以被騙 導致我後面有一段時間 我也跟我的小我產生不信任的拉扯 那這個是一個考驗的過程 我覺得就是一個過程 一位師兄姐 你們可以好好往自己的內心去看 因為每個人的心路歷程 會有那麼一點點不同 但是大同小異 我們今天的會議就到這裡 謝謝 謝謝